古早的街道,老旧的棚屋,淳朴的渔民,美味的小吃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那我推荐你来香港的大澳渔村看看 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里的街道和水道都保留着以前的样子 时间在这里,好像是走得慢一些 如果你在香港,那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哦 这次旅途,我们从东冲出发,乘坐昂平360地的昂平之后 再换乘21路,就到了大澳渔村 我们现在到大澳了 一下船我们就被招揽去坐这个游船了 40块钱20分钟,本来以为是很无聊的项目 但是,确实很有意义哦 我们在这个船上看到了 岸两边,大家云民搭的各种各样的棚屋 最后呢,也看到了岗珠澳大桥 沉湾游船,我们上岸之后呢 继续到了大澳街市上的一些小店 停停吃吃,看看玩玩 这里是真的有很多人住在这里的 你可以想扫黑的那种小弄堂 但是它是完全就是热带的感觉 这里蛮多这种小店的 然后吃很多老年人在这边开店 当地的,海鲜的味道 哦,有什么,那种鱼,花椒啊 对,花椒,吃鱼椒,那种瑶柱 都是卖海货的哦 虾干那种有的呢 虾膏,鱼粉,鱼籽酱 当地也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庙 供奉这边的神 很漂亮,很漂亮 逛着逛着我们发现了这一家宝藏小店 那这家店呢,是卖一些港式的特色古早小吃 比如说沙温啊,糯米子,非常好吃 这是芒果糯米子,有个芒果的吧 哦,可以可以 挺好吃 好吃,自己做的 哦,怎么这么厉害 哦,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你们是住在这边多少年了 哦,我们在这里长大的 长大的哦 大芒果的,在芒果的吃 有芒果的啊 有芒果的啊 谢谢啊 哦,谢谢啊 哦,我吃芒果糯米子 哎,下次有帝哥们 好玩笑 哦,这个好大哦 挺烈啊 这个就是沙温 听说这个沙温啊,是以前一种很常见的港式小吃,但近些年来是越来越难找到了,如果你来这边的话一定要试一试 华与小吃 你来做鸡蛋仔 你来做鸡蛋仔 你来吃鸡蛋仔 你来吃鸡蛋仔 我来吃鸡蛋仔 你来吃鸡蛋仔 我们又回到了昂平,然后瞻仰了这边的大佛 美好的一天就结束啦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